有电影不喜欢,我是荒哥 话说八十岁美国大妈身中八枪自杀 恰好邻居老森来串门 被赶来的警察逮捕 警察一阵调查,发现大妈气性很大 被骗了养老金,这才拿枪自杀 老森直接无罪释放 晚上老森彻夜难眠 想起了大妈给他做的煎饼果子 既然睡不着,那就替大妈报仇 老森联络情报员,找到诈骗犯老巢 提着两桶汽油,就要进入大楼 两个保安不长眼,拦着我森哥 这颗忍怒了森哥,放下汽油桶 沙包大的拳头,摁着保安一阵按摩 保安倒头就睡 睡眠质量比吃了安眠药都好使 森哥提着油桶进入办公室 油桶放在小伙面前 小伙闲汽油味大,闻多了掉头发 这一句话说中了森哥的弱点 拿起电话给小伙二十个大嘴巴 其他人一看森哥不仅头发少 脾气也很暴躁 扔下电脑,那是沙子就跑 森哥抄起油桶,给电脑洗了个澡 这时经理带着保安赶来,森哥头也不抬 一顿大尔巴字撂翻保安 拿出西四贴在桌子上 顺手给西四插上网线 只要有人打来电话,西四必然炸 等森哥走出大楼 一个电话打过来八十米的高楼 直接武大郎和武松比哥挨了一半 幕后黑手得知大楼被炸 当即联系佛波勒、CIA和萨摩耶 调查我森哥身份 这一调查一群人傻了眼 森哥竟然是传说中的养疯人 向上可以猎杀美国总统 向下可以猎杀美国总统的亲生儿子 反正只要是和美国总统沾边的人养疯人都能杀 那是一杀也个不支声 而这个幕后黑手正好是美国总统的亲生儿子 这哥们儿当即调集顶级杀手 开始猎杀我森哥 我森哥正在加油 长得像野猪的女人突然出现 扛着突击步枪对森哥疯狂输出 森哥一个闪现躲过子弹 女人怒了 光速上车掏出加特林 对森哥打出一千发子弹 女人很是得意 心想一颗子弹打掉我森哥一根头发 森哥兜得成光头 但女人失算了 导演给森哥开了挂 森哥不仅没掉一根头发 还从导演手里拿到了燃烧瓶 一个抬手就把女人烧成了柱头 幕后黑手一看 野猪一样勇猛的女人都杀不死我森哥 当即加派人手直接包围森哥的仓库 森哥却丝毫不着急 在头顶拍点泥防止兔头反光 敲咪咪躲在暗处 一刀一个解决四个杀手 还弄断了杀手头目的左手 跟着头目来到河边 将头目捆成粽子 一脚地板油将头目扔进河里 森哥拿着头目手机和幕后黑手取得联系 说要送幕后黑手去投胎 对方一直嚣张 说自己亲妈是美国总统 你要敢杀我 你就要承担后果 这可惹怒了我森哥告诉幕后黑手 美国总统我也照杀不误 幕后黑手一听直接认怂 当即联系总统老妈 要和老妈见面获取保护 总统老妈也是户崽子 当即买下一个小岛 在小岛上举行派对 保护亲儿子 美国总统的安保有多严密 天上飞满直升机 地上全是顶级特工 汽车底盘要检查三次 就连下水道盖 都得用亚胡汉汉死 但这些安保措施 根本挡不住我森哥 只见森哥钻进下水道 拿出千斤顶 顶开下水道盖 掏出滑板 一个出溜滑 钻进汽车底盘 趁特工检查 瞬间撂翻特工 将特工塞进底盘 戴上面罩 假装特工成功混进人群 在车上贴满C4 进入厨房 换上西装 故意暴露在特工面前 整个现场瞬间大乱 森哥一路小跑 故意来到空旷地方 抱头跪倒在地 趁特工包围 森哥直接启动C4 特工被炸得一脸懵圈 森哥趁机冲进别墅 在楼梯里一阵走位输出 撂翻一群特种兵 这时特种兵头目出现 他出小刀和森哥一阵大战 森哥由于走位不好 腰子被戳了一刀 这可让我森哥上了火 毕竟腰子本来就不好 导致头发烧 这一刀下去 回头还得掉头发 森哥越想越气 一个顶级反打 送特种兵头目上了西天 随即森哥来到美国总统房间 一审问才发现 总统的儿子 为了让总统上位 诈骗普通人的钱 当作竞选经费 儿子一看事情瞒不住了 直接绑架了总统老妈 森哥一看 这哥们连亲妈都不放过 抬手一枪崩了对方 瞬间跳窗逃跑 穿上潜水衣 完美消失在大海中 而美国总统 看着没气的儿子 嘴咧到了耳朵根 那是根本不知道 是笑还是哭 就这样总统 过上了没儿子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 全局中 好了 今天电影头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 点赞收藏 关注大黄电影后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